哈囉 大家早安 那谷泰呢 今天晚上有点事情 所以今天可能不太能录影 那谷泰呢 就在这个礼拜三的盘前 跟大家分享一下 目前谷泰对于这个盘税一些看法 那首先呢 其实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说 昨天那个大盘 就莫名其妙的可能就一根场可以灌下来 好 那这个timing点 昨天可能有比如说 相关的一些地缘政治的风险 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事件 Anyway我们不管 今天是月选结算 今天是月选结算 那外资呢 其实在这个昨天之前呢 它其实空单的一个进水位 曾经一度来到两万八千多口 那选举前呢 来到两万两千多口 那昨天一口气回补了三千多口 一口气回补了三千多口 那昨天刚好是这个大盘一根场给打下来 那大家可能会比较担心说 昨天外资光从现货的部分 直接卖了这个七百多亿 卖了七百多亿 那这个行情会不会就直接GG了这样子 那谷泰在这边先跟大家讲一下 在这边先跟大家讲一下 原则上呢 原则上呢 这个谷泰在这个总统大选之后 有跟大家讲 礼拜三之前 谷泰还是觉得 外资他不会轻易的让他的 这个我们所谓的进空单 赔钱 他想要玩的是什么 他两边都要赚 两手策略 两手策略 所以昨天这样一根杀下来 他其实是空单是回补的 可是现货是打卖的没有错 可是就是因为昨天去砸盘 砸了什么 砸了全只股 现货卖很多 我才能够把这个指数压下来 那指数跌下来 我才能把我的期货的空单 去做顺势的一个回补 去做顺势的一个回补 所以原则上 原则上 这个刚好是一个timing点 月选结算 那当然你说还有其他的因素 可能有 所以极短线来讲 极短线来讲 大家一样 就是在没有站回去 我们所谓的一个支撑点之前 所以大家还是就是少量 清长短坐就可以了 那昨天外资的未平仓成本 再加上今天 其实外资在夜盘是小买的 外资今天在夜盘是小买的 那以庄家思维来讲 以庄家思维来讲 目前看起来啦 目前看起来大概 今天也还好 大概就是 你要说跌也不会跌太多 大概就是 他 庄家其实已经说好了 大概锁在一个区间里面 锁在一个区间里面 那 个股的部分 指数看似跌很多 可是大家有没有发觉 昨天的贵买指数 其实是相对的一个强势的 昨天贵买指数 是相对的一个强势的 那 一月份 古泰有跟他讲过 不是所有的股票都可以去买 大盘从2024年一路开跌 跌到今天1月17号 只有少数几档个股 你是走高的 对吧 所以古泰1月份 我时候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要做的是什么股票 那古泰到昨天 我的股票还在创新高 那古泰有了股票 我在YT都公开的跟大家分享了 那大家应该都知道 古泰做了什么 应该都做了什么 昨天专业版学员应该都清楚 古泰光这几天的报酬 就是60% 昨天古泰已经获利五十几万 已经获利五十几万 那也是一样跟大家讲 这个行情震荡的过程中 大盘下跌的过程中 即使你如果基本功 还有心法策略够扎实的话 你一样还是可以赚钱 所以1月份古泰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2024年 它不能够再像去年2023年 这样乱枪打鸟 因为去年2023年是整个大 应该是说你要说垂直V码也没有 它是11月份12月份一路狂拉上来 你随便买几乎随便赚 可是2024年开年到现在 你会发觉有些人的股票 应该是一路杀一路破敌的 所以古泰在2024年1月份的时候 我已经跟大家讲过 这里 与其你要做那个等待套牢的股票 古泰宁愿去做准创高形态的股票 而且不是所有股票都可以买 那接下来怎么看 古泰有跟大家讲 原则上外资在这边 古泰认为是蛮有机会去走两手策略 所谓的两手策略 我现货买一港 我期货也空一堆 那我势必一定要左右手互换 像昨天的筹码来看的话 它是左手卖现货 而且杀的全部都是全职类股 有没有发现昨天的上市跟上贵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一个差别 我就是疯狂疯狂的砸现货砸全职类股昨天联发科直接破底 对吧 我疯狂的砸现货 可是贵买呢 中小型的股票照喷了 对吧 还是照喷嘛 所以它这个动作是为了期货结算的一个空单 去做一个回补 那当然不只有外资 因为庄家而言 以庄家的一个思维来讲 以庄家的思维来讲 其实庄家在礼拜大选前也是压空的 也是压空的 所以这个结算之前 结算之前其实正常情况下 正常情况下基本上不利于多头啦 不利于多头 那目前这边杀到这个节骨眼了 杀到这个节骨眼了 其实古代是认为 是认为基本上大概到今天 今天是因为结算的关系 所以明天会稍微比较重要一点 明天会稍微比较重要一点 那古代也跟大家讲 原则上我们以这个时间的推算 以时间的推算而言 今天一天 明天再一天 原则上今天结算完 明天要直接反购 正常情况下 结算完 一结算完 隔天直接拉 这样会比较好 这样会比较好 否则古代先跟大家讲 如果今天结算完 明天没有直接往上拉 做个破底翻或假跌破 接下来它势必 势必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它势必大概还要再盘一个礼拜 那这一盘一个礼拜 其实就直接进入下礼拜 就直接进入下礼拜 所以呢原则上在一月底之前 一月底之前 大家目前暂时性还不用太悲观 尤其是强势类股 还有股台说的准穿高形态股票 还有有题材股票 基本上是不用担心的 而且一月份的表股代表作很有机会就是这些东西 至于你手中有其他个股的 自己留意 2024年股台有跟大家讲过 再创新高的年 或者是假突破做头的年 假突破做头的年 你一直在做位阶很低的 或者是底部反转反弹形态的股票 拉上来是做逃命用 是做逃命用 OK 所以今天 古代简单的 就用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 原则上 今天是结算 今天是棋子结算 那 早盘可能会有一个 maybe 盘中会有一个低点 可是这个低点 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 因为今天是结算的 那 以庄家的角度来讲 它基本上价格已经定在这边了 因为做庄嘛 它就是让它自然结算 那 重点在于 今天过后 明天的一个走势 那以时间推算而言 今天的杀 昨天的杀跟今天的杀 是币 你要做破底翻 或假跌破 明天就要拉 正常情况明天就要拉 所以 而且大家不要忘记 我们以一个 目前呢 目前其实 以期货来讲 目前以期货来讲 其实下方已经 下方其实已经接近极限了 已经接近极限了 加权指数也接近极限 那你说来到这边要去杀嘛 股票的部分 一样就先论陷 那指数的部分 股台个人是觉得 这边杀盘 是为了救它手中的空单 如果你只是有看Notify的筹码 大家仔细仔细看过之后 其实 转仓后的 转仓后 目前显示的是多单 也就是近月 今天要结算 它是进空单没有错 可是它反而在转仓的时候 是做多的 所以股台 这边是要跟大家提醒 有时候一根重挫 时间点又刚好是在月结算 那这边我们就是尊重外资 因为月结算 本来就是外资的主场 那只是说月结算之后 有没有机会来个像样的 破底犯或假跌破 这里是大家必须要去观察的重点 那以时间推算 明天 是最好拉的 明天是最好 去做破底犯或假跌破的一个时间 那这个盘 这个盘先跟大家讲一下 破底翻 这一根低点 17439 加纯指数 不论今天盘中或者是明天 记得一件事情 重新站回439 再来考虑 进多担 听到懂吗 再来考虑进多担 这里没有站回去之前 它就是所谓 我们所谓的跌破形态 跌破形态本来就不宜作多 这很正常 我们也没有办法很确认说 外资今天杀完 明天会不会继续杀 后天会不会继续杀 没人知道 可是唯一可以很确定的是什么 唯一可以很确定的是资金落跑 像礼拜一礼拜二 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台币 一路的在什么 一路的在贬值 对不对 大选不确定结束之后 为什么外资一路在 台币一路在扁 这其实是 本来就是一个警讯在 本来就是一个警讯在 那 强势类股就没有差 准创高形态类股也没有差 古代有跟大家讲过 2024年如果是再创新高的年 首先开标的 绝对是准创高形态 而且准创高形态 第一个前高无压 第二个你敢卖 好啊敢卖你就买不回来 就这么简单 没什么好讲的 那如果是假突破做头的年 你也放心 标股还是会有 因为每年大概会找个 一两只或两三只是当股王 当标股的代表作 因为这市场上还是要有人气股 所以准创高形态照样吃香 可是呢你那些低档位阶反弹不够强的 或者是你以为位阶很低的 都会率先破底 绝对破底 OK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特别的谨慎 特别的谨慎 反正以指数来讲 439没有站回去之前 都不算假跌破 都不算破底翻 大家懂意思吗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数字 特别注意这个数字 那以昨天的这个TM来讲 407 TM假设真的站回去 又能够站回去439 那这里就可以期待 可以期待 OK 好 那最后 古泰最后要跟大家讲这个东西 这个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 特别留意一下 下周 下周 古泰 会来讲 全正 会来讲全正这个东西 会来讲全正这个东西 如果对于全正有兴趣的同学 要加紧时间 把握时间 因为玉石不后 基础课 下礼拜就讲了 原则上会在1月26号晚上 基础课古代就会先讲了 那进阶课 我们会在农历年 进阶课 我们会在农历年 开盘 第一天 2月15跟2月16 古泰有跟大家讲过 中业版学员应该都可以清楚看到古泰的交易记录 古泰年初 光做了一档 一档假突破的 赔了25 截止到昨天 古泰把那赔的25赚回来 连本带利 又多赚了30几 好 那大家也可以清楚看到昨天古泰的获益数字 古泰几天 五天的时间 四五天的时间 直接获利50几万 我们靠的就是什么 古泰本金都不多 我就是一个账户专门放一百万打权证用 我就是专门放一百万打权证用 好 那 那这一堂课 基本上 基础课的部分会在1月26号 那这里 上完之后 进阶古泰有很多东西要分享给大家 有很多东西要分享给大家 那今年上半年 就这么一次 就这么一次 所以 大家自己把握时间 那2024年古泰有跟大家讲 你只要做到一档像经历科 你本金也许只有十万 十万块的权证去做经历科 你可以跟古泰一样 十万块翻个一千% 你知道是多少钱吗 自己去想一下 去算一下 OK 好 现在重点来了 最近很多股票 2024年开年以来 一路在破底 那古泰我也不会演的 我也直接跟大家讲过 23月 234 234 春天接夏天 这一个moment 非常危险 如果你能够做个避险 或者是学着怎么样去做空或放空 或许可以保你一命 或许可以保你一命 今年是机会与危险共存的一年 什么是机会 机会就是准创高 什么是危险 不好意思 就是逃命破了股票 所以这一堂课 为什么你会发觉 古泰进阶课程 是选择 在2月15号 农历开年的第一天 就来讲课 为什么 因为再不讲 就来不及 那你如果提早 比如说你下礼拜 就直接来听课的 你可以利用在农历封关前 把一些基本的概念弄懂 开年之后 古代策略 分享给大家 如果刚刚好 那个时间点 差不多 你就可以派上用场 就可以派上用场 这一堂课 主要古代就是分享 自己的一些程式 然后公式的计算 然后怎么样去做挑选 那大家记得 把握一下时间 因为今天礼拜三了 我们下礼拜就上课了 那这一个全政革课 对小白还有小知足来讲 你一定要上 你一定要上 正因为你是小知 小知足 古代我只有五万 我只有十万 我怎么做投资 你连台积电的零股 你都买不起 对不对 就算你买到台积电的零股 你能买多少 十万块 台积电下一张五十八万 你也顶多买个五分之一 五分之一 你每年存五分之一 你要存到民国几年 才有机会达到你的人生第一桶金 假设2024年台积电涨回六百八十八 你零股 买个一百股 你又能赚多少 所以这一堂课 你如果是小知足的 那古代是真心 觉得此生你一定要认识 权证这件事情 那权证跟选择权 选择权会有归零的问题 选择权大概就七八天 或者是两个礼拜 你会有归零的问题 可是权证 你只要风险 还有古代分享给你的一些 危险毕掉 其实你要翻身的速度会很快 像古代 我有跟大家讲 我这个户头 古代我有跟大家讲 我这个户头只有多少 对不对 古代我这个户头 我只放了一百 昨天光张获利就六十八 也就是一百你直接赚了六十万 花几天 花几天 花了四五天的时间 就六十了 OK 所以小资组的 尤其你是小资的同学 记得 此生 你自己Google 或者是去上外面的老师的课 都OK 此生你一定要懂权证这件事情 正因为你是小资 正因为你没有太多本金 你更需要认识他 你更需要认识他 那你如果本金已经够了 比如说你是大户 我手上的资金 有一百万以上 或五百万或一千万 那很恭喜你 你投五百 像古代本周获利就六十八嘛 五百的六十八 五百乘以1.6多少 你就变成八百万 你在翻钱的速度 你在赚钱的速度会更快 所以这一堂课 这一堂课 古代是 反正今年 今年 古代 是认为 二三月 应该说 春 季接 夏季 这一段时间 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 没事 今年就是准创高形态一路表 有事 是刚刚好认售权证 敲下去做避嫌 OK 那 很多股票 低档很多股票 古代再讲一次 低档很多股票 你自己要去很清楚的 确认说这一档股票 未来有没有题材 未来有没有题材 基本面好不好 应收好不好 否则拉上来是走逃命 古代讲得很清楚了 古代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OK 好 那这边呢 专业版学院跟 非专业版学院 我们价格有一些落差 因为本来 古代就有跟大家讲 专业版学院享有最多的福利 跟最多的优惠 好 那 去年 双十一 古代也有发 广发 这个一千 一千多块的折价券 还有好像还有五百块的折价券 大家都可以直接折 那这折下来基本上都 大概就七八千而已 七八千而已 那小于一万一下 所以大家想报了就把握时间 就把握时间 这一堂课古代会分享自己的程式还有计算 OK 好 那大家记得点网址进去 那今年比较特别一点 因为今年古代有跟他 跟牛分析这边讲说 今年古代希望整个流程可以 比较人性化 所以今年会用一个 类似这个 这个 一个平台 有购物车的功能 那这样在统计上面 在这个 在让大家整个跑完整个流程的时候 会比较顺利一点 所以大家一样 这个第一次基本 会比较花时间一点 就是大家一样点的这个网址 然后做一下注册 注册完直接用购物车 这样会比较快速一点 会比较快速一点 好不好 OK 那不懂的怎么用的 记得去找小编 记得去找小编 原则上下礼拜 就是我们的第一堂课 下礼拜就是我们的第一堂课 或许 或许 农历年 过年 就会有一点状况了 所以呢 反正古代还是那句话 我手中的持股库存 昨天 已经 先分享在 这个 万全证的新手的一个社团的 OK 所以 你如果想要提前知道古代 目前 对于全证的一些概念跟了解 大家务必 因为 下个礼拜 过了 就是过了 好不好 好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祝大家接下来超出顺利